小雞去露營 小雞一家今天出去露營 我們到了就在這裡露營 他們選擇了一個有清澈的河邊露營 雞爸爸就在這裡建造帳篷 今天晚上要睡帳篷 對啦 而媽媽正在準備食物 她就跟小雞說 你們的工作是去撿木柴 於是小雞就揹著自己的袋子 媽媽說我們的工作是撿木柴 我要撿好多撿好多 嘩嘩嘩 嘩?是香菇啊 這裡也有 這裡也是啊 這裡也有啊 那裡也有啊 小雞一路撿木柴 然後就發現有紅色的香菇 然後他們就越走越遠 越走越遠 嘩嘩 看到了很多香菇啊 五隻小雞 看著自己的袋子 擺滿了很多香菇 和木柴 覺得很高興 但是這個時候 他們才發現 周圍沒有雞爸爸 雞媽媽 也沒有帳篷啊 嘩? 這裡是哪裡來的? 小雞他們很害怕 我們躺上路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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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巧就在河的下游 有三位小河童在這裡採集野草 他們聽到有人在哭 是誰哭呢? 三位小河童就爬上路 看一看 嘩!你們在這裡做什麼啊? 三位小河童就帶著五隻小雞 回他們家 不用怕 跟我們走 你們這些 全部都是有毒的香菇 不可以吃的 嘩!是嗎? 爸爸 這些小雞蛋失路啊 哎呀呀 叔叔送你們回去吧 回去之前 你們猜一下 這裡裡面是什麼 河童叔叔 就拿起河裡面的竹籠 由一隻小河童 就拿著竹潛入河裡面 我都捉到魚了 嘩! 河童叔叔 把竹籠拿上來 然後 把裡面的東西倒出來 嘩!是螃蟹啊! 這裡是泥抽來的啊! 小河童就幫忙 把泥抽放在另一個籃子裡 另一個小河童就拿著可以吃的香菇出來 然後 河童叔叔和五隻小雞 就坐著一隻竹佛 而三位小河童就帶著食物 坐另一手竹佛 跟著爸爸沿著河流 在這裡找雞爸爸和媽媽 嘩嘩嘩!好舒服啊! 嘩!見到了!爸爸媽媽 五隻小雞見到遠遠的爸爸媽媽 河童叔叔說 你們一定很擔心的了 雞爸爸就說 河童先生真是太多謝你了 雞媽媽就扶著小雞上岸 來一起煮營火晚餐啦! 雞媽媽就在煮食 而小河童就在仔細洗乾淨的香菇 有隻小雞就幫忙包薯仔 而另一隻小雞就幫雞爸爸 由最小的薯枝開始燒木柴 又有一位小河童和小雞就幫忙切粥 用來當杯和當碗用的 河童叔叔就用葉來包著魚 另外也有小河童和小雞一起採摘果實 這個果實是可以吃的 我們開餐咯! 咯!香菇咖哩很好吃! 河童叔叔說 石頭燒熱之後再放上去 就可以把食物蒸熟了 條魚蒸熟之後 雞爸爸和河童叔叔都在吃條魚 雞媽媽就在包著飯糰 有些小雞和河童就用松果生火 哇!松果生火很旺 另外也有小雞和小河童 用天文望遠鏡來看天上的星星 第一顆星星出現啦! 螢火晚餐結束之後 太陽也下山了 河童一家他們要回家了 再見啦!下次一齊玩樂! 多謝你們的飯糰! 拜拜! 好,大家快點回到髒縫裡 拿個睡袋出來吧 然後小雞他們就躲進睡袋裡 準備睡覺啦 五隻小雞晚安啦! 拜拜